硝烟弥漫 炮声隆隆 新疆军区某核成团组织所属火力分队 在复杂生疏地域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 全面检验官兵战斗射击技能 提升部队快速机动和火力打击能力 敌击侦察通过染毒区小谷敌人袭扰 机动途中面对导调组临机设置的各种战术情况 指挥员陈卓指挥官兵灵活处置部队开进顺利 到达射击地域后各炮车迅速占领发射阵地 官兵密切协同配合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射击准备 演练现场侦察分队向纵身机动 通过观测仪器搜索战场目标测定具体方位 并将数据实时传回后方 指挥组依据目标性质和距离 迅速制定目标清单 并下发至各火力单元 接收到射击口令后 各炮长迅速调整射击株源 指挥全车人员展开行动 一发实弹装填 预备放 一声令下 炮弹呼啸而出 瞬间火光冲天 目标被成功摧毁 第一波次射击刚结束 指挥组就接到命令 阵地已暴露 命你不立刻转移 情况紧急 官兵立即撤收火炮 调整战车 快速向预备阵地转移 这就是新疆军区某和成团 开展自行火炮实弹射击演练的实际过程 咨识 转发 打热 嗨 转发 打热 嗨 转发 打热 订阅 转发 打热